架设在大理区公所顶楼的太阳能光电发电系统 是公所向经济部能源局争取而来 公所表示透过光电 一年可产生约一万多度的电 平均每年可为公所省下数万元的电费 经济部能源局补助本所 160万建造9.6k瓦的单晶片的太阳能光电 我们一般以台中中部地区的太阳光照 大约一年可以产生一万五千k瓦的度数 那我发生说一年我们可以节省到好几万块的经费 除了可以节省电费 也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看到公所架设的光电发电示范系统 获得不少洽工民众的肯定 另外公所也在三楼放置了展示看板 让民众随时可以随时观看日照量 发电量等相关讯息 去年开工到二月完工以后 我们累积的发射量 然后它这个也是一个宣传影片 就是说我们可以让各位民众 可以聊到我们一个再生能源的 有哪一些种类 可以替代我们目前所谓的核能发电 水力发电这些方面 尽管目前太阳能发电的成本人数偏高 还无法在台湾普及化 不过公所人希望可以透过工部门的带头示范 让民众了解再生能源的好处 进而推向社区住家 让更多民众愿意从自身做起 一同为节能减碳的生活来努力 这样的秋风台中采访报道